人心情再怎么不好也不能伤害自己 甚至伤害无辜的第三者 台中市景一分局冀中派出所 在2018年7月7号清晨5点 接到民众报案指出 中区激光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远景到达现场之后 发现一名送报的女机车骑士 因为撞到路中央的空心砖才摔倒 警方透过监视录影带画面 发现11名卢姓男子 拿起空心砖丢在路上 一两分钟后就让无辜的民众摔倒 而最让人生气的是 卢姓男子向警方说 是因为心情不好才丢空心砖出气 7月7号5点多 有一名男子将路旁 一个纵约10多公斤的空心砖 泡到马路中央 1月2分钟后 被一名路过送报的机车女骑士撞上 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卢姓男子脱续又危险的行为 造成送报的女骑士 身体多处挫伤 肩胛骨裂伤 门牙断裂 远警立刻通知救护车跟交通分队到场 将卢姓男子带回派出所 卢姓男子后悔的说 自己因为喝酒之后心情不好 看到路旁有空心砖跟一包垃圾 就随手往路上丢 想不大会让人撞上摔倒 现在他必须承担造势责任 警方也依照伤害跟公共危险罪嫌 将他移送地检署整办 如性嫌犯坦承犯案 并攻称自身患有幼异症 目前也在服药当中 当时因酒后心情不佳 只是一时想发泄情绪 才会抛丢空心砖 台中市锦衣分局表示 喝酒过量不仅会伤害身体 酒醉之后脱续的行为 也可能造成自己 或者是无辜第三者的意外伤亡 警方呼吁民众喝酒要节制 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